欢迎回到老铁频道7月5号了这么快 今天星期二了 明天星期三 昨天星期一 后天星期四 到后天星期五 星期四回新加坡几天 也回去看家人了 好啦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看盘吧 昨天你们有跟随我的推特吗 我的最后一个推特是挺重要的信息的 就是我发布昨天视频之前我就有说了 手上空单都出了 好多山寨币可能拉一波 然后好像又猜对了 什么币都拉 不止山寨币 但山寨币拉的比较猛 好像AR昨天我说了 13块8不到 不要乱七八糟的空 有没有听话 有听话的话不会亏钱 如果你反手去做多赚钱 昨天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 我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把这些归类为我的10年盘 就是超过10年了 19岁看盘 我做了亏货 做了差不多六七年 然后爆仓很多次了 它一定比你们多的 所以才慢慢 比较聪明一点点了 如果你爆仓很多次 你还是没有学会 你就代表你的智商很低 懂吗 所以每次有些 有些想法 不懂为什么怎么解释了 反正就是每天看空 每天看空 但昨天我讲 我感觉到小牛又来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空单 去原来不扯了 扯在不错的价格 然后今天这一波反弹 我还没有赚到钱 我没有开单 今天我就想为大家找机会 看15个 然后包括看一下横子 好久没有看横子了 然后有马骨 要看什么鬼都可以 你们留言就好了 留言点赞 留言点赞 OK开始 好啦 AR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就是等他上来13块8再说了 不来这边13块813块9 不来这里的话就继续等待了 真的 没有东西就什么都别做最好的 不要手痒 手痒的话 打自己一巴掌 手就不痒了 你看 你去穿一下 OK还有BTC 对 今晚8点有时间的话 来推特 星星君的推特 我做客他的space 我已经准备了10个小时的内容 把100多个形态 都跟你们分享 用5分钟时间 所以你们有5分钟的话 你们记得进来听听一下 很多很多嘉宾 我是集中一个而已 然后可以看看 我是特地来看美女的 其实 兔子爱一 跟星星君都是主持人 这两个美女就足够我去了 其他的美不美 我不在乎了 OK比特币关注一下 今天行情有一点不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他好像打破了一些关键阻力了 OK 这个是4小时 这个阻力区好像 算了 散掉 全部散到丸 如果不下来的话 这个可能是一个C点 有可能的 然后这一步会去哪里 这里到底有没有走一个382 什么鬼都不是还是很弱的 其实中体 但他就是来一波小反弹 找一些通道的山放在那边等着就好了 可能等这个 给他谈 谈完了 我们在上面接他就好了 很像接拆生的感觉 我跟你说 OK 所以我不懂他表演什么了 但现在目前好像有一点力了 所以给他推一推 看两个level 第一个我会先关注这个 22,000 可以很多时候来到这里 但是都一样的 都套路一样 来假突破就继续的跌了 所以这个level很重要 6月25号的高在21,800到22,000 左右这个level很重要 可能来这边假突破下去 如果小牛比较强一点的 他是比较妖艳一点的 他就可能拉多一点 拉到哪里 拉到通道上方了 也拉不到多少了 可能给他拉到23,000 就这两个level 值得关注 22,000 23,000 这个数学T看得懂 OK 所以这两个level 关注一下 ETH好像在拉 昨天这个趋势线打破了 OK 昨天有一个人留言 这位朋友说 听你的话去控ETH了 你不要听我的话 你们做什么东西都不要听我的 你们自己听我讲了 你们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理解 再自己去执行 你们赚钱为你开心 你们数学也不要来喷我 我不需要你这种责任 听我的话有什么好处 我有什么好处 你赚钱我有什么好处 奇怪的 这么讲话讲到这样 你们这样讲话会把责任推给另外一方 那赢钱数据你都怪这个人 好像有些人玩草币 我问他为什么你草币每次出钱 他说 因为我听 因为Elon Musk 每天发那个推特 害我有说亏有说赚 真的是Elon Musk的问题吗 还是你的问题 自己想想 我觉得最近我每次骂人 那个流量好像有起来 所以我讲的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好像我不会因为我单亏钱 我怪谁 我怪你们粉丝 你们没有阻止我 你们垃圾 你们废财 没有这样的 交易是自己的 不管赚 不管是可以全部怪自己 这样自己才会寻求进步 去怪Elon Musk 怪我 怪那个楼下扫地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好了 以太坊这一波可能会拉一点 然后一样的就是找一些4小时通道 找一些他可能拉到的上方 每次就是给6月 应该是6月中吧 每次都是有那个生息的新闻 每次生息新闻之前 他都是会拉一波给他们出货的 所以不要太嗨 找一些通道 那些还没有测试的通道 很有可能会被测试的这一波 ok 所以不要急着空了 这一波好像开始有点利的感觉了 这里有形态吗 382 ok 两个level值得看了 这个是比较不可能的 比较不可能的 我们看蝙蝠 这个有点太高了 我不懂有没有可能了 ok 然后比较可能的 我猜是回到通道上方 1500可能又要跌了 所以就布局等空 暂时这一波我就什么都不做了 就看天空 看那个墙突七 然后给它晒干那种感觉 暂时没有看到我喜欢的 暂时空舱 ok就这样 DY DX拉了 拉了 所以不要挂单 他会拉上去的 这一波拉的挺猛的 你看昨天我的感觉很多三车不要拉 只是不懂他拉的那么猛而已 ok DY DX关注一下 他这一波很多关键阻力全部破了 所以这一波拉到多少 拉一个什么鲨鱼 很小吧 这一波应该可能会拉一个鲨鱼 这一波DYDS我觉得有的拉了 昨天那个螃蟹直接拉爆拉坡 幸好昨天有什么单都没做 这一波DYDS我觉得有可能会到3块半了 可以这里有个大鲨鱼 山寨币跌的猛拉的时候也是猛的 所以你们要习惯 不要太过太大的波动 你们就玩比特币 最简单的 ok 这种波动很刺激的 应该可以拉到这里的 ok 3块半 CRV也拉了 那些什么Defi的全员不拉了 CRV是罗教主蛮喜欢的 罗教主什么时候变盘日 等你的神奇妙算 记得帮我留言 对了 昨天我忘记回复你们了 昨天我跑出去有一点忙了 不是去找小山 但就是有一点忙 然后昨天没有回复 今天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留言 ok CRV来到底部 测试一次两次三次 这边好像形成一个新低了 ok 今天只要克服这个level的话 它会走一个蝙蝠 ok 至少走一个蝙蝠 今天只要4小时收盘高于8毛7的话 走一个蝙蝠应该不难的 ok这里886回到这里 ok1块2毛3 不错 还有344的潜在利润 如果你不想追高 你有什么别的方案 你可以考虑 就是等它回踩一些支撑 再去接 有时候是这样的 它会来一个突破 然后又回来接你 然后给你吃这一波 猜的 全部靠自己 错了 不要喷我 对了 为你开心 不要听我的 不要听我的 ok 这个CRV injust me 这个也是底部开始有一点小拉盘的感觉了 也不要太high了 这个垃圾 这个死的好惨 但这边横了一段日子 我觉得可能小拉一波应该不难的 所以不要过分 就给它拉一个蝙蝠 可以拉一个蝙蝠就好 给它下10天给它表演 表演完了可能什么 是不是15号要加息了 我忘记一般是月中是吗 忘了 反正这边给它表演一下 真的有拉到135的话 看要不要再高位控它了 这个是Jasmine Near 应该全部拉了 我现在不用打开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好漂亮 Near那天走了一个蝴蝶下来 目标一目标二 记得部分止音 或者成长此音 出场后 现在又要表演了 现在来到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底了 OK 所以它这一步会拉多少 不错 先看这个不要看太远 XAB0.5 这个是C了 上去D的话回到6块10 是不是可能翻一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下几天会有什么好新闻 但我觉得股市会拉 数字货币也会拉一波 OK 这个是superboot吗 不是的 小牛 可是这个小牛在数字货币 是可以翻倍的 你在股票 小牛就是涨10% 20% 数字货币 小牛可以拉3-5倍 我跟你讲 很厉害 大牛可以拉100倍 这个就是数字货币 你看 OK 所以如果真的回到5块多 不要吓到 然后还没有上车的朋友 你希望他再丢一次回彩给你 那你会借到更好的价格 OK 这个是Near 你们又要问我 老铁为什么你觉得会有小牛 我也不知道 我每天都是看图说话 真的 我又不是神 我真的百分百懂的话 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聊天的 我就直接把我全家人卖掉 然后直接说他一把 直接退休了 对不对 他在那边每天落里落唆 你会每天醒来7点 在那边看图说话很容易 很难的懂不懂 Ectity 什么鬼 这个也是 本来等他接一个鲨鱼 也没有下来了 就走了 他没有下来的话 是不是代表和谐现在失败 拜托 还没有完成怎么失败 你说什么鬼 很多人就是 我不懂 就是理论很奇怪的 有下来接得到 接到了 再继续跌就是失败 还没有接到 就直接反转 这个叫失败 这个叫还没有完成 懂吗 所以这个FTT 很久没有看了 不懂他会做什么鬼 先给他走一个蝙蝠 没有什么好看的 XABC上去886 28块两毛七 应该有的涨了 今天不要看空 听我的话 不要听我的话 今天看多 不要听我的话 讲反话 可能比较有用 FTT讲话 来猴子 好热 开冷 开空调一下 FTT今天虽然回到趋势线阻力了 但很多其他的币都突破阻力了 所以我不会看空 给他继续的表演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我最近看 马来西亚有一个YouTube的频道 好好看的 叫低青 他们真的里面的人够垃圾 够好笑 好喜欢他们的 所以我会偷他们的一些笑话 来重用一下 不要跟他们讲 他们也不认识我了 但毕竟我多几天都会成为1万粉丝的 这是一个币界的 不懂什么咖 反正是有一点点小名气 好了 Ape 我看这一波应该还会涨的 不到6块钱 不要乱七八糟的空 这一波会拉盘的 看死看死 我猜的 我猜的 我猜会拉盘 这个什么 STORJ 昨天ENS也是拉的 太多了 我一天分析不了了 不然我的视频太久 又没有人看 因为视频太短 你们又投诉 很难伺候的 你们真的麻烦鬼 麻烦的要死 这个好像走了一个50了 50就要拉盘了 嗯 不错 嗯 可以 可以了 50完成在这边附近 应该这个STORJ 会有拉第二波的 所以我不懂他第二波会到哪里 我来猜 第二波来画一些通道 猜猜他会去到哪里 OK 画这边 应该就是这样了 没有什么特别 我是化线网来的 化线讲故事 我第一名的 这个没有人比我更厉害的 只是讲故事而已 交易厉不厉害 我不知道 可能很多个更厉害的 OK 50了 现在回到这个 6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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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这里 50完成 我觉得会拉第二波 第二波应该拉到 回去测试 一块一块 应该不难的 这个是STORJ 我对STORJ的看法 要学这个50形态吗 来课程 14号开课了 就是下个星期四 所以 现在熊市 熊市 你不来进步你自己的知识 不来进步你自己的技术 不来跟老铁学行 你要等什么时候 你等牛市的时候 我忙了我每天在那边赚钱 没有事理你了 OK 14号开课 有兴趣来课程的 请加199304 微信或QQ 都可以咨询 OK 都是线上的 不管你在天涯何处 如果在非洲的一个角落 或者在一个山洞里 我都可以跟你开课 给你学习 OK 我们通过Zoom 还有什么 GTC是什么来的 如果有这种魔术就好 有这种技能就好了 看看就算一算 就上跌 多爽 这个是不懂走什么鬼的 这个为什么会从随便反转 我也不知道猜的 就是这样 应该是底部了 应该会拉盘的 这一步会拉到哪里 看一个蝙蝠先 不要看太远 这个是XA 没有 这个是XAB618 这个好难看 这个不懂怎么看 XAB0.5 这个C 这个C给他 反正他不懂什么的时候 就随便讲一个886都OK了 XAB 可能是C 886 这一波有的拉的 至少需要3块4 还有什么 C98 不要跟我讲老铁只会看空 有时候我看多还是OK的 就好像你只以为 你以为我只会吃饭 我也会吃面的 懂吗 这个不懂什么鬼 这个C98 好像找到底部了 好像要拉盘了 然后这一波最多 好像给他拉一个 也是一样 哪里都是蝙蝠 全世界都是给蝙蝠跟鲨鱼 埋没了 这个有点远了 看来有点不可能 双倍了 但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OK 这个我觉得是C了 C的话 应该会拉一波D D完成在等D 在等空 所以那些空军 你们可以等这些形态D完成 再去空 那些多军要独一把的 现在C附近 你们要赌 你们去赌 我暂时还是没有单纸 没有感觉 要靠感觉 可能要喝两杯才有感觉 所以有感觉的时候 我可能会分享 但我的分享第一的对象 是我的学员 你们就排第二名 如果你们是美女 排中间1.5 西九十八奖看 来看一下几个外汇对 一个外汇对 USDCHF 美元涨 如果这些币全部拉一波 如果股市也拉一波的话 美元应该会跌一波 我也不知道 这个很久以前花的 这个是美瑞有一个大蝙蝠 在九三左右 所以我不知道 下几天会不会有什么新闻 如果有对美元不好的新闻 再一波回到九三的话 这边接多 那数字货币很多时候 刚好也完成心态 我们接空 所以都有关联的 其实不一定要只学数字货币 全部的市场 都有一点关系的 他们都很乱的 乱七八糟 OK 美瑞 马股7113 没有 不是我不要帮你看 马股7113没有 不好意思 你的股是不是很小的股 来 最后一个 HSI 恒生指数 香港回归中国了 然后看到刘德华唱 我是中国人 不错 那首歌以前我也是有听的 不懂为什么有人不开心 我也不知道 回归是不是好事 我也不懂 新加坡会不会回归中国 我要给新加坡人骂了 OK 恒生指数 香港回归中国 恒生指数有什么反应 看到这里好像来一波假突破 然后 这个流动性好烂的 我猜会拉一波 我觉得是好新闻来的 XAB618 这边是C上去 走一个886 应该不错的 OK 上去 786 恒生 我觉得还有的拉的 还没有到顶 应该走一个加特里 去到786 应该不难的 所以不要急着空它 很多人都可以玩多玩空的 玩期货的 所以要空的话 看一下23,500的反应再考虑 好了 今天说了很久了 废话也很多了 希望你们今天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6月分享 然后今晚8点有空的话 我就准备10个小时内容 5分钟跟你们讲解 OK 要听的就过来 我们晚上见 拜拜